哈喽大家好我是伯哥 王者龙耀限定皮肤还场投票活动已经结束了 前五命分别是孙悟空的大胜取青 还场价格是888点券 百里玄册的白虎制 还场价格是1788点券 百里首约的朱雀制 还场价格是888点券 庄州的云端驻门师 还场价格是888点券 凯的青龙制 还场价格也是888点券 其中孙悟空的大胜取青 和百里玄册的白虎制是前两名 可以在10月28日到10月1日还场 其他三款只能在10月1日当天还场 并且玩家只能选择一款 前五名已经确定 那么票数最低的后五名会是哪些皮肤呢 下面我一个给他盘点一下 岛数第五名 敦煌太一的竹梦之光 这款皮肤最终的票数是1600多万票 靠投票还场几乎没有希望了 倒数第四名 哪吒的竹梦之异 这款皮肤最终的票数是1300多万票 又是一款靠投票还场无望的KPL皮肤 倒数第三名 花木兰的瑞灵志 这款皮肤最终的票数也是1300多万票 但是比哪吒的竹梦之异少400多万票 倒数第二名 曹操的天然真虎者 最终票数只有700多万票 怎么那么多人不喜欢曹操呢 倒数第一名 苏列的玄武智最终票数只有600多万票 更是少的可怜啊 从最终的票数可以看出 最难靠投票还场的皮肤就是KPL系列皮肤了 而诸年限定的五大神兽皮肤也是好坏参半 前五名有三款就是神兽皮肤 而倒数五名中也有两款是神兽皮肤 只能说今年最大的赢家也是神兽皮肤 最大的输家也是神兽皮肤 那么小伙伴 这次还场的皮肤中 你们都有了吗